大家好 让我们继续一同来说一说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部分来描述基督徒的信仰 还有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 教会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所以在前边使徒信经中就讲到教会必须是圣而公的 那么除此之外教会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句 我信圣徒相通 谁是圣徒呢 从圣而公的解释我们知道 圣徒指的是基督徒新的身份和地位 指的呢就是那些真正得救的基督徒 他们是罪人 但是他们是领受了上帝的赦罪的恩典的人 在他们的灵性生活上 他们是朝着与神圣上帝更加密切紧密结合的这样的目标不断前进的人 那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 因为只有圣徒才会是彼此相通的 换一句话说呢 相通是圣徒生活的一个标志 那么什么是相通呢 相通这个字啊 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呢 在我们汉语中啊 是非常少见的 在希腊语原文中 相通这个字啊 我们今天翻译出来这个词呢 它有另外一个翻译 在我们中文教会中呢 就会经常使用到 就是团契 英语呢 就是fellowship 如果我们这么说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事实上呢 这个希腊字啊 它还有很多的翻译 比如说呢 相交 在约翰一书中 这样写道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那这里边这个相交呢 其实就是团契 其实呢 就是相通这个字 还有啊 同领 共同的领受啊 那么使徒保罗呢 他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所祝福的碑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 这一个饼 那这里边呢 讲的这个统领基督的身体 其实呢 就是团契 或者呢 相通 这是同一个字 那么同样的翻译啊 在圣经里边呢 还有类似的像感动 捐书 捐钱 捐相 保罗讲到呢 说我们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啊 我们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应该有共同的感动 我们应该有对他们的捐书 那这个捐书和感动呢 实际都是相通的意思 那么从这些动作 还有描述之中呢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啊 这个相通的意思 简单的讲 这个字啊 它最基本的概念呢 就是参与 说两个人相通 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能够参与对方的经历 工作 生活 还有他的职份之中 总而言之呢 是这两个人全部的生活 可以交织在一起 所以 我信圣徒相通 就是说 属于神的基督徒 彼此之间 会有一种分享 共同的参与 互相的融合 这样的生活 一个人 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他绝对呢 不是孤单的 这样的参与和团契 是一种生命 或者灵命的交流 用信仰的眼光来看 教会是属灵的群体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呢 教会则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那这种相通啊 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 主后一世纪 教会开始不断的发展 教会呢 他不断的自我的成熟 最后呢 成为了一个 以爱和彼此关怀 分享 繁物共用的 一个信仰群体 它是一个呢 群居 共同生活的群体 那这呢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 那这种生命的彼此参与 有两个体现 一个呢 是人和我们三一真神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不同的信徒之间 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参与 可以说 前者与神相通 这是后者与人相通的一个基础 一个信徒 一个属于基督的人 可以在自己生命中 各种关系中啊 体现出 与这位三一神生命的相通 比如说呢 圣礼 保罗说 信徒 同领基督的血 同领基督的身体 借着引杯 与领受 同一个柄 圣徒 和主契合 也透过与主的合一 就与其他的圣徒 合而为一 同样呢 比如说 禁礼 我们信徒 借着禁礼 和 我们的主 相联合 我们众信徒 都从同一位圣灵 受洗 归入基督的身体 这样呢 我们跟其他的信徒 成为一个身体 我们信徒之间的隔阂 作为人这种独立的个体 彼此之间的这种疏离 已经被完全的拆除了 还有呢 就是 共同的敬拜 敬拜呢 是上帝的子民 集体对上帝 表达尊崇 是圣徒相通的一个连结 总而言之呢 不论是 信仰生活 还是呢 我们在世界的生活 一个信徒生活中的 各个方方面面 都可以体现出 我们和三一神 以及呢 和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彼此之间的 这样的相通 也就是 共同的参与和联合 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神要求他的子民 能够彼此相爱 在约翰福音中 耶稣基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承认呢 教会中的人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因为本来 人就是不完美的 但是这些呢 却不是我们鄙视别人 或者呢 拒绝参加教会的原因 彼此相交的生活 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状态 在这样的群体生活里边 信徒必须明白 互为肢体 和用恩赐 彼此担当的含义 保罗说啊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他又说呢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做肢体 他这就是在提醒信徒们呢 我们是一个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一个整体 我们就像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 所以每一个信徒呢 我们都必须心甘情愿的 我们时刻提醒自己 要使用自己的恩赐 使其他的这些肢体得到益处 这样的生活呢 才能真正的活出 我信圣徒相通的含义 好了 我信圣徒相通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大家 再见